吴女士的公司是做宣传推广的 去年年底 他们要给一家会馆定制帆布袋 就在天猫上找到了这家 五牛旗舰店 去年12月23号 吴女士先付了600块钱 让对方把样品寄过来 打算确认之后再下订单 他给了我两件 然后就是我们打过两次 就是第一次改稿以后又打过一次 然后我们看了以后就跟他说 你这个东西怎么怎么 就是要注意点 他说会跟工人就是沟通的 1月18号 吴女士花了6300块钱 正式订做500个帆布袋 拿到货品后 她发现有不少问题 因为袋子已经退掉了 她拿着照片 给我们讲述她眼中的问题 按钮不对称肩带错位 举例子这个是水平的那个底袋吗 然后她那个底边像写的 而且她这种情况很多 还有图片模糊的 但是我们拍照 因为智能防抖 所以拍不出来 但是我们存在以上问题都有多少 我们是500个包 我们一个一个看 看了两个小时 我们真的挑不出来 才跟她说要全部退货的 这个金带 包括纽 它都是有误差一公分的人工 因为我们不是机器吗 是不是 我都要讲过了吗 你跟我说的是手工 手工作有误差 但是你没有说过会误差到这么夸张 你如果说清楚这么夸张 是不可能有人在你的店里面订东西的 吴女士要求退货退款 商家没有同意 后来双方申请了天猫客服介入 2月10号 吴女士按照平台的要求办理了退货 可商家收到货后又不同意退了 说是定制产品就是不能退 而且99%左右的袋子都是好的 你把这个图片贴在你宝贝详情里面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消费者 会在你这个店里面购买东西的 你就说嘛 我们是这个正常无差 就是这种无差 你看看有没有人会定 现在这500个的合格率到底有多少 我跟你讲 这个合格率有达到95%以上的 因为它当时发展还是在自立的时候 然后等它快递那边上班 我们这边上班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取回来了 取回来之后我们是一个一个看过的 按照您的意思 只有25个是不合格 也不能说是不合格 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是有误差 商品页面显示 定制款无质量问题 不支持7天退换 吴女士认为这属于质量问题 双方存在分歧 目前平台上显示 交易关闭退款成功 吴女士说 她没有收到任何退款 现在货物也退了 她感到十分被动 小儿看到是一个退款关闭状态 并没有显示退款成功呀 那这个显示怎么会显示成退款成功的呢 小儿合设到 商家这个申请客服介入之后 我们的维权部门是给您做了一个驳回处理的 天猫客服说 商家收到货后 再次申请客服介入 这次平台支持了商家 驳回了客人退款的诉求 对于这批货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平台是如何认定的 为什么会显示退款成功 天猫客服表示 会向相关部门反馈 让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 天猫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复 腰包黄剑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